这部电影被誉为韩国版的那些年 那是05年的夏天 江陵的某所中学来了个转学生 女孩名叫黄盛熙 那是清纯可爱 活泼迷人 学习成绩又好 简直比沈嘉宜还沈嘉宜 盛熙刚一转学进来 就备受男同学的关注 个个都争着抢着 想做他男朋友 刚好隔壁班也有个转学生 黄雨然 雨然个子高 长得帅 就是太疲了 成天打架惹事 同样的 雨然也看上了盛熙 就是无奈找不到机会接近 可她怎么也没有想到 盛熙居然主动找上她了 而且还说要跟她去宾馆 雨然乐到不行 二话不说就帮盛熙爬墙翘克 俩人到校外吃炒年糕压马路 雨然一脸色笑 满心期盼着接下来的事 熟料盛熙说的根本不是去宾馆 而是翘克 那是他们老家的方言 雨然呆住了 盛熙却呼了雨然一嘴巴子 但其实盛熙并没有生气 相反却觉得这个男孩很可爱 经过这件事 盛熙和雨然正式结识 追盛熙的人还是数不胜数 为了帮她摆脱追求者 也为了自己 雨然提出了一个想法 让盛熙做自己的女朋友 作为交换 她以后再也不会打架了 没想到盛熙很痛快地就答应了 从那天开始 俩人正式交往 他们一起在食堂吃午饭 一起翘课吃炒年糕 一起在雨中狂奔 青春从未如此美好 雨然甚至将手机的开机密码 设置成了盛熙的生人 盛熙高兴的时候 雨然就带她及自行车兜风 盛熙不开心了 雨然就在学校广播站 唱盛熙最喜欢的歌给她听 同样的 雨然也说到做到 再没有打过架 这天办上的几个混混来找事 混混头子 觉得雨然抢走了自己的盛熙 要好好做她一顿 可是不管对方如何下手 雨然自始至终没有还手 直到被打得满脸是伤 只为了兑现和盛熙的承诺 相处了一段时日后 雨然送了一个MP3给盛熙 那是那个年代最流行的礼物 盛熙也在雨然的掌心 画了幅两小无猜的画 浪漫的喊边 这对初恋情人交出了彼此的初吻 可是那天之后 盛熙就忽然失踪了 再没来上课 盛熙不在的日子里 雨然格外落寞 几天后盛熙终于来电话了 可却是来告别的 原来盛熙的父亲是个酒鬼 只要喝醉就会骂人动粗 盛熙是为了躲避父亲才转学的 不想前几日又被父亲找着了 所以这次盛熙又要再次转学 盛熙只是轻轻说了句保重 然后便坐上了奔赴异乡的客车 雨然听到消息后拔腿去追 可最终还是没能见到盛熙最后一面 这段恋情也随着盛熙的离开 而划上了终点 就这样 时间一晃过去了大半年 雨然高三毕业了 毕业之后 作为学渣的雨然 没有考大学 而是和朋友 横开了一家炸鸡店 本以为和盛熙再无交集 没想到命运却总是在不经意间转弯 这天 雨然意外发现了一所大学的宣传册 正在上面盼见了盛熙 雨然立刻就下定了决心 要再见到盛熙 要考上同一所大学 为了这个目标 雨然拼尽全力 为了节省时间 备考期间只吃办饭 墙上的自习便利贴越积越多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雨然考上了这所大学的体育系 来到了首尔 进入校园后 雨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盛熙 学校里没找到 就去各家炒年糕店找 总算见到了盛熙 盛熙还是和以前一样娇小美丽 而且还是学校服装设计系的第一名 半年没见 雨然就像个根屁虫一样跟在盛熙身边 可命运又跟她开了个玩笑 原来盛熙已经有男朋友了 雨然听到消息后差点晕倒 可她又不甘心 还发誓一定要把盛熙给抢回来 盛熙男朋友也是个帅哥 还是学校橄榄球队的明星 每次看到盛熙和男友热情互动 雨然都窝着一肚子醋意 偏偏这个时候 盛熙还要给她介绍女朋友 雨然当然不想要 她的心里只装着盛熙一个 可盛熙却似乎并不懂雨然的心思 依旧和男友打打闹闹 甚至还把男友带到了宿舍里 为了把盛熙抢回来 雨然先是跟宿管阿姨打报告 说宿舍是学习的地方 不是情人谈恋爱的地儿 结果却被宿管阿姨误会 反而被暴打了一顿 雨然又想给盛熙过生日 可生日礼物都准备好了 却看到盛熙和男友亲密的一幕 气得雨然直接一石头 砸破了盛熙男友的车窗 从那之后 雨然陷入了单相思 整整的一个学期都无精打采到 为了让雨然恢复状态 盛熙还特地发挥专业特长 给她做了件衣服 这件衣服让雨然又对 和盛熙在一起燃起的希望 这天雨然偶然听到 盛熙男友和别的女生勾搭对话 顿时为盛熙打抱不平 刚好学校迎来了 一年一度的橄榄球比赛 比赛之前 雨然将盛熙男友 勾搭别的女生的事 告诉盛熙 可盛熙却根本不信 还说雨然是疯了 这一刻雨然无比难过 比赛场上 雨然拼尽全力 终于战胜了对手 却在赢得比赛的那一刻 将盛熙那个劈腿的男友 狠狠揍了一顿 因为雨然的这一举动 盛熙和男友分手 可雨然也不再说话 又是一个学期后 雨然决定去当兵 面对即将到来的离别 盛熙终于和雨然说话了 她想送送雨然 临行的前一天 两人在客车上开心地聊天 在小酒馆里喝酒说笑 还在民宿休息了一晚 雨然喝得敏定大醉 还吐了一声 盛熙却毫无怨言地 帮她擦拭身子 给她换衣服 等雨然醒来后 盛熙已经独自回去了 原本盛熙给雨然 留了张字条 说要雨然到了部队后 记得打电话给她 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可偏偏字条不小心 吹进了柜子底下 雨然没有看见字条 便以为盛熙不想再理她了 到了部队后 就没再联系盛熙 这一错过就是整整五年 五年后雨然退伍 大学的时光也匆匆结束了 毕业后 雨然找了份健身房教练的工作 正打算考体育教师资格证 而盛熙却不知去向 本以为缘分已经结束 奇料命运又再一次 再转角改变 这天 雨然在派发健身房的传单时 却刚好看到了盛熙 这一眼 内心的悸动又再次升起 雨然跟着盛熙 来到一家模特公司 才知道盛熙毕业后 没有干本专业的设计师 而是做了模特 时隔五年再次见面 两人似乎都成熟了些许 简单的寒暄后 往日的甜蜜 似乎又涌上心头 可命运就是爱捉弄人 如今盛熙是单身 可雨然却已经有了女朋友 尽管如此 雨然还是不自觉地 想要靠近盛熙 每当盛熙有拍摄任务时 他都会陪着一起去拍摄现场 如今盛熙看上去 虽然光鲜亮丽 但做模特其实很辛苦 盛熙常常要被编档责骂 甚至还会被放鸽子 这波原本约好的拍摄 又被放鸽子了 盛熙懊恼不已 那可是好不容易才得来的机会 为了安慰盛熙 雨然和大学时候一样 帮盛熙痛骂编档 盛熙总算破体微笑 见到盛熙的笑容 雨然忍不住带她去了个地方 和高中那会儿一样 雨然帮盛熙翻门而入 里面是一处像宫殿一般的景致 在落日余晖下显得美极了 在这里 这对曾经的恋人 终于坐下来说出了心里话 雨然当兵的那些年没和盛熙联系 盛熙便以为雨然早就把她给忘了 而雨然却说 这些年来她从未忘记过她 哪怕一天都没有 美妙的风景 动人的情话 盛熙和雨然都有些情难自禁 他们想要吻对方 可盛熙却最终推开了雨然 雨然知道原因 因为她是有女朋友的人了 回去之后 雨然表明了心意 她还爱着盛熙 盛熙呢 还爱着她吗 盛熙有些支支吾吾的 没有明说 雨然还怕受伤 没有等到答复 便匆忙离去 这件事在雨然的心里 仿佛一道疙瘩 让她无法专心 几天后 女友来找她 雨然坦白告诉女友 她还爱着初恋 就这样 雨然和女友分手 又回过头来找盛熙 而盛熙却觉得 雨然实在胡来 是抓着曾经的回忆不放手 还说世上有一半都是女人 雨然大可不必执着于自己 可雨然依旧十分深情 纵然世上女人千千万 却都不是她的盛熙 而盛熙却不知该如何是好 转身时 楼上的广告牌砸了下来 是雨然为她挡下了 这致命的危险 事后雨然受伤住院 还因此耽误了 体育教师资格证的考试 盛熙感动不已 心底的爱再也无法隐藏了 终于时隔多年 雨然和盛熙再次成为一对恋人 他们搬到一起生活 经历了一个甜蜜的四季 可幸福永远是短暂的 危险和问题才是永恒的 这波雨然和盛熙 就面临着一个现实的问题 一年前因为救盛熙 雨然受伤而无法考取 体育教师资格证 这一年来只是在健身房做教练勉强为生 这段时间还在拼了命的找工作 相对比 盛熙却成了一名新锐服装设计师 事业风生水起 盛熙还是自责 觉得要不是自己 或许雨然不会受伤 也不会做不成老师了 雨然一边安慰着盛熙 一边去暗自悲怅 她实在是不想继续在健身房里 伺候大爷大妈了 而当朋友问到结婚计划时 雨然也没给出个准确答复 偏偏这时候 盛熙有了出国进修的计划 两人各怀心思 终于矛盾一触即发 雨然忍不住告诉朋友 如果大学毕业后 她没有再次遇见盛熙 就不会受伤 那样的话 就能顺利取得教师资格证 或许如今已经是一名体育老师了吧 这段日子为了找工作 她实在是心里交瘁 未来的日子还很长 她很担心 以后再出现什么难熬的端头时 自己还会把一切都怪罪在盛熙的身上 还会后悔和盛熙相遇 雨然甚至觉得 从遇见盛熙的那一刻开始 一切都变得乱七八糟了 没想到这番话却被盛熙听见 盛熙难过急了 她没有料到 自己最爱的男朋友会这么想 她父亲当年就是这样 做什么都没能成功 最后破产了 却将一切的责任都怪在了妻子头上 盛熙不希望她和雨然重复父母的悲剧 于是提出了分手 几天后 雨然来求复合 希望盛熙能原谅她当时说的那些红话 还说自己已经找到了体育老师的工作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而盛熙却表示 她可以忘掉那些话 却忘不掉 雨然曾经有过后悔遇见她的想法 他们俩就到这里了 就这样 这对恋人兜兜转转 又已分手高中 分手后 雨然成了中学体育老师 而盛熙则去了国外进修 两人再无任何联系 直到几年后 盛熙从国外回来了 和雨然再次见面 原来盛熙要结婚了 她想将这个消息告诉雨然 这个分分合合 长达十年之久的初恋 得知这个消息后 雨然有些崩溃 可在盛熙面前 却还装作一副淡定的样子 事后盛熙寄来了婚礼请贴 雨然更是伤心之痴 盛熙婚礼前日 为了逃避 雨然还躲到了郊外 和几个朋友疯狂喝酒 深夜 雨然偶然看到 曾经盛熙画的插画 插画内容是他们曾甜蜜的恋爱 雨然堵物私人再也拨不住 扑了出来 她终归是错过了自己最爱的姑娘 一日清晨 雨然忽然想通了 她叫醒几个朋友 赶到了盛熙的婚礼现场 看这架势 貌似是来抢婚的 可其实并非如此 此刻盛熙一席婚纱 美丽脱俗 雨然深情款款地说了一段话 她并不后悔和盛熙相遇 相反的 正是因为和盛熙的相遇 才让她从一个得过且过的 稚嫩少年 变成一个成熟的体育老师 所以她很感谢盛熙 出现在自己的生命中 听到这些话的盛熙释怀了 其实她又何尝不是如此 在她疲惫孤单的时候 也是雨然一直陪伴在她身边 两人握手告别 盛熙走上舞台走向新郎 雨然带着微笑转身离去 十年爱恨过往 在这一刻如云烟般渐渐消散 我们总说要在对的时间遇上对的人 电影中雨然也总说一个词时机 十年青春 她和盛熙一直不停地相遇 又不停地错过 最后好不容易在一起了 却又因为现实的压力而分道扬镳 其中差的或许不是缘分 而是时机 比起盛熙 雨然不够成熟 比起雨然 盛熙有太多心事 因此总然相爱 最终还是踏上了书图 可就算这样又如何 雨然因为盛熙 从一个稚嫩的少年 蜕变成一个成熟的男人 盛熙也因为雨然 快乐地度过了那些孤单寂寞的时光 十年初恋 刻骨铭心 盛熙帮雨然磨平了棱角 雨然帮盛熙退去了青涩 十年后再次相遇 彼此已经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经历了世间的摆探 懂得了人生的心酸 而这些都归功于那十年彼此的陪伴 电影中有句台词 初恋是爱情的盘筛学步 必须先学会如何跌倒 将来才能真正走路 曾经满腔热血爱过的人 一意孤行犯过的傻 年少轻狂受过的伤 在历经岁月的磨洗后 褪去的是执拗浮躁的脚步 沉淀的是冷暖自知的成熟 递达时光的渡口后 互相微笑着告别 然后卸下张狂和不羁 在波澜不惊的岁月里 坚实前行 电影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 留言 关注米虫 每天定时打发米虫观影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